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文件没有提及所谓的敌对势力是什么 不过大部分人分析 敌对势力指的是由高官 财经界 情报机构等势力 或者阴谋论者经常出现的外星种族蜥蜴人组成的 实际控制国家的深层政府 Q声称自己在政府拥有高级别的权限和职位 并声称知道在各个渠道中 比如四券和八券关于对特朗普国家和国境阴谋政府的秘密 Q这个人在很多场合都使用军事形化 并经常给他的追随者留下神秘的信息和线索 以便他们自己发现所谓的信息 Q所留下的信息密码的引来众多网民最新解码 并演化成Q-N-O-N行动 Q-A-N-O-N可以说是没有实际领袖的 只是追随着Q的阴谋论去探索所谓的真相 甚至有人通过对Q所说的事情分析 相信Q的呼吁证是对特朗普团队所策划 Q提及的阴谋论包括特别检察官米勒 以通俄调查做演示 实质是调查前总统奥巴马 前国务卿希拉里等人的阴谋 共济会和郭明慧的情况 哈莱坞乱同圈甚至泰坦尼克号沉船阴谋论等 2018年9月19日Q披露了两篇爆炸性的信息 肯定了政府秘密太空计划和证实了外星生命的存在 这两个消息让数百万的人一直关注Q的人 了解到了太空计划和外星生命的信息 在第一份和网友的对话中 Q回答了有关外星生命是否存在 以及1947年罗斯威尔UFO事件是否真的发生的问题 并回答如下 Q的反应清楚地表明 我们并不孤单 关于罗斯威尔飞碟事件的真相具有最高级密分类 这个回答意义非常大 因为这证实了一名加拿大政府交通部的高级官员 在1950年向美国政府高级科学家询问罗斯威尔飞碟坠毁事件时的报告 威尔伯特史密斯的官方报告 最终通过信息自由法发布 罗斯威尔事件是美国政府中最机密的话题之一 甚至比核弹机密程度还要高 也许想到有些人对自己所说的信息持怀疑态度 Q还说 大家应该考虑到浩瀚的太空中 认识到我们的星系和整个宇宙都充满了生命了 他们其中一些文明已经发展到 足以通过太空旅行 就像罗斯威尔事件一样 访问银河系和地球 据野生动物在线称 美国航空航天局正在掩盖一个秘密的黑色项目 这是一个超音速飞行器在飞往月球的秘密世界 这段视频显示了在月球表面发现的奇怪物体 它看起来是三角形的 位于看起来像建筑区旁边 拍摄机后面的人推测 这是一架不知名的飞机 降落在一个区域附近 可能是谣传的Tier3B 他说它的外形绝对是三角形的 但我不知道它是什么 这是非常奇怪的 可能是一艘飞船 它看起来就像一个栖息地 这段视频被上传到YouTube频道 已经被点击超过9000次 用户们很快猜测它可能是什么 其中一条评论写道 它看起来确实像一架飞机 而且看起来在驾驶舱里有更多的灯光 不管它是什么 它看起来肯定不自然 另一个人补充说 好地点 看看它的大小 第三个人甚至声称 太空部队已经开始了 Tier3B是一种三角形飞行器 据传是美国空军设计的黑色项目 在海湾战争期间被用作间谍飞机 不到一个月前 美国的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宣布计划组建太空部队 他说他想要第六支军队在地球大气层之外作战 早在三月份 他就宣称太空是一个战场 近日在NASA的阿波罗档案中 发现一个奇怪的图像 令人好奇 整个图像像是一个黑色的巨型飞行体 拖着一道喷射尾计 在高速中奔驰 UFO热点网站认为 这似乎是一个导弹型的UFO巡航于月球表面 而英国每日星报 更直接的在报道文章中 以陡大的标题描述 秘密太空战争 NASA向外星人发射导弹 根据媒体报道 这张图片来自阿波罗档案 是1969年的阿波罗11号任务中 在尼尔阿姆斯状完成历史性的登月之前所拍摄 这个奇怪的导弹型UFO 就从一个陨石空中被发射出来 照片发布后 甚至有网友在照片中发行 微型的登陆平台 通往地下基地的出入口 网友写道 如果你按照火箭的轨迹到图片的中间 你会发现一个看起来像飞行的登陆平台 以及进入月球的入口 也有另一种思考 认为这可能不可能是NASA的高科技太空秘密计划 NASA早就在月球上发展各种的实验和设施 过去在纳赛的阿波罗档案照片中 发现许多不寻常的图像 甚至传闻 NASA在月球上已经部署秘密基地 虽然NASA极力否认 只是很少人相信NASA所言 影片说 这是很奇怪的物体 他不相信这是一具外星人的飞船 更有可能是我们发射某种东西 但质疑是谁发射 为什么发射 外星人入侵到地球何种地步了 一直以来 美国政府都向我们隐瞒了真相 一位曾在NASA工作的员工爆料说 美国已经多次遭到外星人的骚扰 他们多次击落了美国的测试导弹 外星人多次击落美方导弹 84岁的米切尔近日告诉英国媒体网站 位于新墨西哥州的世界首个核武器测试场 白沙大厂 在1945年7月16日开始首次核试验后 就出现过UFO在上空盘旋的情况 地外智慧生物对这个地区有很大的兴趣 他们想了解我们的军事能力 而且数次试图阻止我们发动战争 帮助地球维持和平状态 这位拥有航空工程学学士学位和航空学博士学位的 美国航空航天局的前资深宇航员 自1971年乘抓波罗14号登上月球后 就经常发表相信外星人存在的言论 他表示 上世纪导弹基地工作人员的证词也印证了他的说法 而且在太平洋沿海军事基地工作的军官也告诉我 他们的导弹经常被外星人飞船击落 米切尔此前曾表示 他想象中的外星人的容貌 以传统的小个儿 大头大眼的形象是类似的 并称 我们的技术远远不及外星人的先进 如果他们有敌意 人类早就灭亡了 称称 美军方掩盖UFO坠落真相 几年前 米切尔在电台节目中表示 轰动一时的罗斯威尔掩盖事件是真实的 事情真相正慢慢浮出水面 有些正规的组织也已经加入揭秘行动 罗斯威尔事件只在美国新墨西哥州 罗斯威尔市1947年发生的坠毁事件 美国军方认定 坠落物为实验性高空监控气球的残核 因该计划当时上述绝密 而没有当即公开细节 许多民间UFO爱好者及阴谋论者认为 坠落物却为外星飞船 飞船内的乘务员被捕 整个事件被军方掩盖 不过NASA迅速对米切尔的言论进行灭火 发言人在那时的声明中说 NASA并不追踪UFO NASA也从来没有参与过任何掩饰 在地球或宇宙其他地方存在外星生命的活动 米切尔博士是一个伟大的美国人 但我们在这个问题上不敢苟同他的观点 我们的任务是探索更多的真相 如果外星人真的存在 我们没有任何理由对此加以隐瞒 物理学家称火星文明遭外星人毁灭 今年早些时候 物理学家约翰·伯兰登堡表示 他相信火星上曾有远古文明 但后来因遭受其他外星人的核攻击而毁灭了 伯兰登堡认为 今天仍可观察到火星遭遇核武器攻击的证据 火星表面覆盖着一层很薄的放射大气层 其中包括有度和有放射性的甲 而这些物质都是从火星一个热点发出的 伯兰登堡此前就读于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 曾就火星文明提出独特间谍 他认为生命文明曾在火星上出现 还分别将其命名为赛东尼亚和乌托邦 还进一步表示其科技水平相当于地球的古埃及时期 伯兰登表示众多火星探测器都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 证明火星上存在已被损毁的远古遗址 把这些数据串联起来 我们就不得不考虑火星上曾经发生过全球性的核武器屠杀的可能性了 他认为火星文明受到外星核武器袭击而毁灭 同时警告地球小心防范类似的外星袭击 他建议人类派出赞人飞船轻浮火星一探究竟 另外布兰登堡还将就此观点出书 进一步阐释自己的假设 外星人潜入地球可能已经很久了 这些外星人一直秘密监视着地球的一举一动 如果这个人所描述的是事实 我们还真该庆幸他们没有敌意 小伙伴们文章到这里就结束了 大家看完之后有什么想法吗 欢迎留言哦